春天到了,您有没有想到过去田间地头,摘一些野菜回来尝鲜呢?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种非常美味的野菜,草头,也叫金花菜,或者三叶菜,它的学名是木序。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,木序是一种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,最高可以长到90厘米高。 它是一种非常优良的木草,也可以食用。 在中国的南方或者是北方,自古以来人们都有食用它的习惯。 北方的木序开紫色的花,南方的木序开黄色的花。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南木序。 南木序每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影, 三月份的时候就开买了黄色的小花。 这种木序可能大家都有见到过的,因为它太普通了,看起来也就是普通的野草。 在田间地头,草地上,河流,溪水边,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 它的麦纹很明显,小叶子成稻卵形,开黄色的小花,这大概就是金花菜的由来吧。 它可以清炒,凉拌,腌制,或者是做成馅料。 大家如果感兴趣,可以网上搜一些菜谱试一下。 比较有名的做法有酒香草头,草头圈子等等。 我大致看了一下它的营养成分。 它除了有大量的钙元素以外,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K,维生素C。 其中它的维生素C超过胡萝卜的两到三倍。 当然它也是非常好的粗鲜味的来源。 草头也有很多的人工种植,除了作为牧草,也作为蔬菜。 由于草头非常耐寒,抗汗,抗病虫害能力又强, 所以整个生长过程中都不需要湿化肥,撒农药。 它是一种纯天然,无公害的蔬菜。 春天,万物皆清洁而明尽,出去走走,赏心悦目, 顺便再摘一些野菜回来,听起来不错哦。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,我们下次再见。